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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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联邦学习的一些定义以及应用 其实呢 我们还会介绍一下联邦学习的相关的项目 例如Fate和CubeFate 后续我们会讲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背景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会讨论一下 为什么联邦学习里面联邦学习的一些平台需要抛杀 以及我们会进一步探讨这个Fate on Pousa的一个整体架构 最后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总结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第一部分 那么什么是联邦学习呢 众所周知 人工智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数据的数量和质量来训练模型 但是呢 随着人们对这个饮食保护的不断 对于这饮食保护的不断看重 而且各国政府也出了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 去保护我们的饮食 例如欧洲的GDPR以及中国的一些安全的 饮食安全相关的一些法规 那么这种后果就导致了 组织或者公司之间不能像之前一样 可以直接通过买卖或者其他的方式 进行数据的直接共享 那么这个情况呢 会给人工智能的行业带来了一些挑战 由于那个数据或者说高质量数据没有办法 去很好的获得甚至没有办法去获得 因此呢 导致你这个建模会面临着一些没有数据的 没有数据的地步 尴尬地步 那么联邦学习呢 它就只在解决这个问题了 右边是联邦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在啊 我们知道就在原来的这种机器学习啊 中呢 其实我们需要把数据放到聚合到某一个地方 然后给予他们去做一些建模 那么联邦学习呢 它可以保证数据在各方本地就不出 公司 各个公司或者组织的数据中心的情况下 能够去啊 把这数据啊 联合的运用起来去做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联邦学习呢 各方的原始数据它都会存在本地了 这是保护的数据影视 然而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呢 会有一些数据是需要交换的 比如说我是一些啊 模进模期间的一些损失还损失值 或者是模型本身 它是会被传输的 但是这个传输呢 之前呢 它会进行一个加密的操作 嗯 然后我们期待的最后联邦学习 就是联邦学习建出来的模啊 它的进模性能 你把所有数据聚合到一个地方去建模的结果是相同的 或者说是有细微的差别 细微的啊 啊 损失 或者细微的损失吧 然后这里提到的联邦学习里面会用到的一些啊 密码学的方法啊 这里我想啊 前到一下这个啊 啊 重点讲一下这个同态加密还NPC 啊 并且做一些介绍 就是以防啊 有人对这些概念可能不是太熟悉啊 那么同态加密它是允许对加密数据进行操作的一个啊 一种一种方一种方式吧 它对明文数据具具有 而且你的密文的这些操作之后呢 其实对明文数据具具有相同的结果 而且它是实现这个外包计算的自然原语了 而且对对于同态加密来说 它有好几种分类啊 其中我们常见的是一个叫Sumwork的同态加密方案啊 它只能执行啊 某些特定的操作 而另外一种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啊 完全的同态加密 完全的同态加密就是说它可以执行计算任意的有限函数 也就是说我可以基于我的密文进行任何的操作都是可以的啊 那么统完全的同态加密它虽然是一项非常花销的技术 但是它的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到目前阶段还不是非常实用 安全多盘计算的目的是十一株互不信任的数据 所有者能够进行一些共同的计算 那么NPC它前面提到我们外包计算啊 外包计算就是说我在本地加密之后 我具体运算可以放到其他地方的其他地方去进行啊 比如说我们的云场商它有很大的 很多的算力 我可以把我加密后的数据放到云场商那边算算完之后 我再拿回到本地下来再去做解密 这是外包计算 就是云场商在这次过程中是不能获得任何关于我数据的任何知识 那么NPC与外包计算不同之处就在于NPC所有协议执行者都是那个数据的所有者 好 那么简单介绍完一些密码学概念之后 我们继续回到连巴学习来啊 那么这个右边这张图其实就做了一些比喻 就是啊啊 做了一个传统学习和连巴学习的对比啊 啊 我们看一下这图片 就我们拿羊来比喻成机器学习的那个模型 而草呢 是 而草呢 是来自不同组织的数据 嗯 在传组的机器学习中呢 我们取不同农产的草来喂羊 但是在连巴学习中呢 我们会把羊去运到不同的农产去吃草 但是我们就避免了啊 这个数据从各个组织之间啊 啊 出出去 就是从就是从各个组织之间离开的这个这么一个局面 那么在连巴学习定义中呢 数据是由不同的分布类型 根据特征和样本的分布不同呢 啊 连巴学习有两个类型 分别称为横向连巴学习和啊 中向连巴学习 那横向连巴学习也称为样本分区的啊 啊 连巴学习 或者叫同构的连巴学习 这意味着数据集共享的特征空间 就是啊 各个组织就数据各个组织拥有的数据集之间呢 它是共享了一样的特征空间 但是它们的样本空间不一样 通过这种啊 横向的连巴学习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集啊 聚合起来 形成一个大的数据集来提高我们训练训练模型的效果 啊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叫重向连巴学习 也称之为特征分区连巴学习或者异购连巴学习的这么一种连巴学习的方法 它是 它其实是说 我的不同的数据集之间 它是共享了一个样本的ID 但是具有不同的测证空间 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在银行里面有这个贷款 信贷相关的一些啊 记录 在我个电商平台里面也有一些啊 电商购买的记录 那么我们这两个记录它可以通过一个ID 就是我的身份证号或者我的电话号来联合起来 啊 就是说 那么电商和这个银行 其实就可以通过连巴学习的方式 用 啊 这两个 用光用 用这两个数据 用这个数据的不同维度去联合起来做一个训练 来它的来 啊 获得更好的模型 以下是一些用力的就是第一个是啊 多家银行可以通过啊 这种横向的联巴学习进行啊 房洗钱啊 不同的银行呢 可以用他们的数据啊 不同的银行呢 可以把他们的一些数据通过联巴学习的方式联合起来 去训练一个啊 准确率更高的模型啊 比如说这种训练出来的全主模型 比自己本地数据训练的模型 大约可以提高14%的准确率 最后是小微就是银行对小微企业的啊 信贷的风险管理啊 这是这是一个啊 啊 中向联邦学习的一个用力 就是过去银行试图像啊 一些小微企业贷款的时候 依赖 主要依赖的是央行的这个人金报告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中向联邦学习呢 可以啊 扩展更多的啊 银行可以这个银行可以扩展更多的事 也就是他可以获取的啊 更多关于啊 这个中中小型中小微企业的信息 就是啊 他能建一个更加全面的模型 然后可以提高他这个风险管理的效益 好了 前面基本是一个联邦学习的一个简单的逼你介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重点介绍一下啊 联邦学习上面的一些项目的实现 目前呢 在联邦学习领域呢 有几个比较可用的项目 比如说 我们这里提到的Fate 啊 它是Linears Foundation旗下的一个啊 一个活跃的开源项目 啊 除此外我们还有PYShift还有TencilFL等 呃 其他的一些联邦学习的项目 但是啊 PYShift和TencilFL呢 他们目前还是停留在那个实验实验 就是啊 实验或者验证的阶段 还没有到那种大规模落地生产的阶段 而非项目呢 目前是已经就我们说 这已经是有非常多的应用的案例的 包括银行 包括那种啊 电商或者是一些甚至物理网 啊 场景里面都有使用Fate的一些案例 那么Fate呢 他说的前面提到 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区之外呢 而且他也提供提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啊 功能吧 首先他是一个啊 他是一个啊 啊 同时支持横向和纵向的两种场景的联邦学习平台。 右边是Fate的一个整体架构。 其中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最核心的一个部件叫FateFlow。 它是整个Fate系统的核心。 它负责了我们任务的编排以及监控等功能。 另外一个FateService其实就是我们是关于模型的存体相关的一个服务。 我们模型训练出来之后可以通过FateService来做一些部署或提供线上的一些服务。 FateBall就是用来监控是做我们的任务可视化的一个服务。 除此之外,Fate这个系统本身是可以支持分布式的学习。 那么分布式的平台它是有一层抽象,下面可以接不同的分布式的计算平台。 比如说这个Eclos微终自研的一个分布式计算平台,或者是我们去接这种业界开源的这种Spark的这种群体平台,这种计算平台也是可以的。 关于Fate项目的,大家可以去到它的,关于Fate的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去到这个Github地址里面查看。 那么这是Fate里面的一些刷法细节的,目前Fate它是提供了这么一些主,主件嘛,就开箱即用的主件,就是Fate的,就是用户不需要自己写一些逻辑回锅,或者是MN的这些算法,其实它都提供了相应的开箱即用的算法。 Fate里面,它还提供了一个叫做PipeLite的功能,就是用户可以根据它的需求,去组装,用这些算法,或者叫Component,去组装它想要的PipeLite。 Fate,其实这组件呢,它是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层次关系,最底下这个是NPC层,就是我们密码学相关的一些方法,那么在词级上呢,那么在词级上呢,才有,还有一个,还有一些常用的算法,因为, 啊,逻辑回锅要,或者是,啊,那,不兴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T度其中书的相关的算法, 因为这算法呢,还分了纵向,还按纵向和,呃,横向去划分。 啊,这是,Fate里面一些,Fate里面一些算法的具体介绍。 那这我们前面提到呢,Fate是一个分布式的系统,它有多个服务组成,这其实会给管理和运维带来一定的挑战,因为你个服务之间它的配置,甚至部署,还有它组件的一些健康检测,或者是后期的扩容啊,等,其实都会有一些挑战。 那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们还有,啊,其他,啊,另外一个项目叫CubeFate,它是用了,啊,云渊胜的一些技术去管理我们的废弃区。 目前呢,它支持两种类型的后端来配置Fate。 其中,Dock Compose呢,它是面向这种开发的环境,呃,Kubernetes呢,是面向生产环境的运维和管理。 有关更多的详细信息呢,请查看我们的CubeFate的Git Hub, 倉库。 现在我们了解了运维带学习的一些概念,以及它的一些使用场景,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讨论,啊, 费用Pausa,就是Pausa在联邦学习里面的一些,一个应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比较。 那通常呢,呃,分布式学习就是,呃,往往是一个数据中心内发生的。 呢,因此它的数据的传输是在,呃,是通过本地网络来传输。 并且在训练的过程中呢,服务器只会在发生的多次迭代之后才会传输一次数据。 呃,在联邦学习中呢,一次迭代,往往会发生,呃,多次的数据传输。 而且,由于联邦学习的参与方,往往是不同的组织,组织,组织,或者是机构,甚至公司。 因此它们的这些数据传输,其实是会通过互联网或者,呃,互联网来传输。 而且更重要是我们这些传输数据是通过了一些加密之后的,呃,数据。 而且它加密之后的这个数据大小呢,一般来说是原始数据的30倍左右。 那么由于,呃,联邦那么由于联邦学习通中通信的这些特性呢,会给我们的整个系统实现带来一些挑战。 而我因此我们认为了消息对立可能是解决这个挑战的一个可行的方案。 因为目前这主流的消息对立项目中,由PALSA,卡夫卡,和REBNQ呢,他们都有这个镜像的复制机制。 这些镜像的复制机制呢,有以下优点呢,比如说稳定,然后支持呃,大数据的场景。 并且也针对这些管域网的传输进行了一些设计优化。 那引入了这个,呃,消息中间线之后呢,我们整体的Fate的架构就是这样子。 啊,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整个Fate系统最重要的服务就是这个Fateflow。 它是整个集群的用口。 它还负责了整个作业的编排的操作。 整个作业的编排。 那底下呢,是一个smart的集群。 它对外提供了一些计算资源。 然后,除此外,我们还有一个HDFS用于存储我们的数据集。 因为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一般来说都很大。 还有几十,几百GT都有。 然后,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Fateboards, 就是拿来对任务进行的可视化的服务。 那NGX呢,它有用于两半学习里面一般有多个参与方。 那么NGX呢,是用来多个参与方之间进行任务的同步, 并且状态的同步以及协调的, 用来做协调的这么一个服务。 而这个MessageQ就是用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两半学习中间进行数据传输。 中间数据传输。 中间数据,加密梯度,模型,这些数据传输的这么一个服务。 那么第一,那么在我们第一个实现中呢, 我们试了RevNQ,因为RevNQ比较简单,实现起来也比较方便。 但是为了性能以及可扩展性的考虑呢,我们最后还调研了, 我们就开始调研了Posa。 这里呢,是Posa的一些主要特性。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跨地域复制的功能。 它可以使得不同的Posa集群之间进行数据的同步。 另外就是这个消息压缩。 它可以减少消息的大小。 有利于减少传输上的消耗。 然后呢,而且Posa它是这个云原生架构式的, 它在Kubernetes上的管理变得容易。 那么,如右图所示的。 一个Posa集群,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Broker,负责消息的负载均衡。 第二部分是Bookkeeper,用来持久化我们所有的数据。 持久化消息,用来持久化消息。 第三部分呢,是Tookkeeper,是存储了一些集群的原数据。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个计算存储分离的架构呢, 其实是非常容易扩展的。 这个功能呢,对于快速增长的业务来说呢, 具有非常重要的利益。 最后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配置,就可以满足它一些增长的需求。 这里呢,是一个Posa跨地复制的简单例子。 我们看到集群a中呢,有topic a,b, 那么topic a,b,进行了配置之后呢,它是可以, 可以啊,就在进行就是在进行的配置之后。 我们保证PosaA,PosaCast A和B之间都有这个topic a,b, 并且配置了啊,快地域集群的复制之后呢, 我们PosaProducerE产生的数据,它是能够同时被啊, ConsumerC1和C2去消费的。 并且如果我们打开一个叫同步订阅的方式, 同步订阅的功能呢, 那么在Posa在Cast B的消费的消息, 其实就是在Cast B中消息被消费的这个消息, 其实会同步到我们的Cast A中。 对于topic a,b,c来说呢, PosaE集群需要同时去连接两个Posa集群。 那么一旦生产着P2去向ABC发送消息的之后呢, 它将会被同步复制到其他的两个集群。 如果我们去掉Posa集群A到Posa集群B之间的这条线的话, 那么Posa集群B呢,将不会收到任何的消息。 这是因为Posa集群呢, 只允许复制的消息进行一次跳跃。 就是,就是说我所有复制消息只会, 就是说我集群收到所有从其他集群复制过来消息, 它并不会把这个消息再进行一次转发。 那么这是一个Fade on Spark的一些细节。 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呢, 其实会把数据分成若干个分区。 那每个Posa的Executor呢, 其实会对其中一个分区再处理, 进行处理,数据分区进行处理。 那在训练的迭代过程中呢, Fade会给这个数据分区创建一个, 每个数据分区创建一个相应的Posa topic。 那么这topic呢, 自然就是用来进行我们消息的收发了。 在topic, 那么在我们这个数据分区完全就是我们这个啊, 比如说我们RDD完成了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相应的topic去进行一个回收。 那么在下一轮迭代的时候呢, 我们又会为相应的这些数据分区创建啊, 相应的Posa topic去进行数据传输。 那么同样呢, 也是迭代结束之后, 每这一轮迭代结束之后, 我们所有的这些topic都会进行回收。 那么在Posa的帮助下呢, 我们还可以实现一个啊, 叫exchange网络, 就是新型组网的这么一个结构。 因为我们呢, 联邦学习里面的每个参与方, 他都是比较独立的地方。 如果他需要跟其他参与方进行训练的时候, 然后一种办法是我需要找到对方参与, 对方的一些啊, 入口信息。 然后从配置之后, 双方之间直接直连的方式去训练。 那么当我一方想要跟多方去进行训练的时候, 这种啊, 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多个参与方下维护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啊, 因此呢, 我们希望能通过一个中心的路, 中心的服务, 作为我们的路由, 路由或者是浮发线的一个啊, 服务吧, 去连接, 去维护我们所有参与方的一些入口的信息。 。 SMI代理呢, 我们可以通那么通过一个XMI代理呢, 我们可以实现这种阻碍方式。 啊,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中央的服务去维护一个我们各参与方的入口信息。 这是XMI的一个代理的具体流程。 它是基于XMI呢, 它是基于TLS协议的。 那第一步呢, 它后方是会通过啊, 向XMI代理发送一个带有XMI之段的TLSHello信息。 然后X, 然后我们的XMI啊, 带领呢, 它是根据它的XMI的路由表, 去跟相应的这个后端去建立一个TB tunnel, 然后再把啊, 这个TLS的Hello信息Forward到我们的后端。 然后, 然后再把后端的这个响应就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这样子一个完整的TLS的啊, 啊, 连接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过完了本次分享的时候内容, 下面是一些总结。 前面我们提到啊, 连班学习, 它是一个非常以中用的一个公共负载。 因此呢, 我们引用了一个消息中间间来, 来在各个参与方之间传输数据 那么我们选择Pausa的原因是 那么我们选择Pausa的原因呢 是因为Pausa它是有一个Cognitive的结构 并且也能通过XN 并且也支持通过XNI代理的方式 去进行这个新型的组网 同时呢它也提供了比较好的存储能力 以及稳定性 而且让它能通过各种的 它还支持各种的消息订阅方式 以及消息的压缩 去提升我们传输的效率 那么这是我们后续会继续进行的工作 其中一个就是继续在费里面 调有Pausa的性能 其次呢我们会让Pausa去承担更多的职责 比如说进行的数据的清洗 以及对这个我们任务的经济编排之类的那些操作 目前的QBP也支持支持了Pausa的Standalone部署 后续呢我们会在QBP里面也支持 这个Pausa的Cluster模式的部署 我的分享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